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刚一交通完 何姊妹就对我说 姊妹 你交通的挺有亮光的 能解决我的问题 一旁的李姊妹也在附和着 当时我看到她们眼神里面流露出来的都是高看羡慕 我心里可高兴了 我心想 我可是从这么多人的教会当中被选出来做带领的 那当然各方面都得比其他弟兄姊妹好一些 不然弟兄姊妹怎么会选我做带领呢 就这样 因着聚会能解决一些问题 弟兄姊妹就很喜欢跟我接触 有什么问题难处也很愿意来找我交通 我就觉得我这个带领应该还算称职吧 不由得里面就飘了起来 而且还特别喜欢这种被人拥护高看的这种感觉 有一天 我就像往常一样去聚职职会 同工五姊妹就提到 她这段时间活在狂妄的性情里面 跟弟兄姊妹配搭 总想自己说了算 她也知道自己流露出来的这个性情是不对的 可是就是背叛不了 就想着让我们给交通帮助 当时我正想要交通 福音指示韩姊妹接过话就谈了起来 而且还结合神话谈了一些经历 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五姊妹很认真地听着 而且脸上还露着笑容 边听还边点头 看到这一幕 我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心想 我才是带领 这本来就是应该我去解决的问题 你怎么把话题给抢走了呢 这样不是显得好像我不会解决问题一样吗 这不是光显出你不显出我吗 不行 我可不能让她占上风 不然的话 大家看我这个带领还不如一个执事 我得想办法赶紧把话题给岔开 就这样 我也不顾五姊妹的情形有没有得到解决 韩姊妹的话音一落 我马上就把话给结果来说 现在神家的中心工作就是传福音见证神 咱们先谈谈福音工作吧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让大家明白 传福音的意义 对福音工作有负担 当时我是边交通还边观察着五姊妹 看到她很认真的在听我说话 我那个心才安定了下来 可没想到 等我一交通完呢 韩姊妹又接着补充说 传福音要想达到好的果效 那还需要解决 传福音过程当中的一些实际难处 把这些福音对象的宗教观念 给总结一下 然后针对这些宗教观念 去找相关的神话 交通真理 明白了这些异象方面的真理 再去传福音 果效就更好了 接着她又谈起了 她是怎么给福音对象 解决这些宗教观念的 其实韩姊妹谈的路途挺清晰的 是我没想到的 可我看到其他的弟兄姊妹 很认真的在听她说话 而且边听边点头 我那心里就特别的不是滋味 而且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就有些气氛 心想 我是带领 你是执事 要是被你占上风了 那以后我还怎么做工作 到时候大家都高看你了 那谁还把我当一回事呢 想到这些之后 我就口气生硬地 打断了韩姊妹的说话 我自己就开始交通了起来 当时场面就有些尴尬 到了下午 吴姊妹就谈到 缺少教官人员这方面的难处 我刚想要交通 可还没等我开口呢 韩姊妹就谈起了 她是怎么解决 人员缺少的这方面经历 而且还给指出了一些实行的路途 这个时候 我又看到 吴姊妹时不时地点点头 我那心里就很嫉妒 我心想 我才是带领 这工作本来就应该是我去交通安排的 还需要你来安排吗 难道我不知道怎么跟吴姊妹交通吗 好像你很会做工作一样 在这里下险路 我对韩姊妹 就是气不打一出来 心想 我得好好扣扣她的工作 让她知道 其实她做的工作也不怎么样 这样 她就不会在这里下险路了 想到这之后 我就问她 韩姊妹 你负责的这几个小组 福音果效可不好 是不是咱们没尽上心呢 当时 韩姊妹被我这么一问 就显得有些尴尬 她就回应我说 姊妹 你说得我接受 回去以后 我就反省 总结这些过小不好的原因 再反省反省自己 当时 我看到韩姊妹有些尴尬 我心里还有些得意 紧接着我就追问她 那你回去以后 赶紧总结这些 国效不好的原因 扭转偏差 你是童工 得起带头作用 积极地配合上去 不然 怎么发动弟兄姊妹呢 当时被我这么一说 韩姊妹有些拘束地 点了点头 我看到她低下头不说话 我心里还有些得意 刚才那股神气劲呢 显得我好像很不如你似的 这么一口吻 你好像也没什么嘛 现在不得意了吧 就这样 我感觉找回了存在感 说话也有力度了 就开始安排其他的工作 这个时候 天也已经黑了 晚上我跟吴姊妹 还有其他的工作要讨论 本来想着 让韩姊妹也继续留下来 一起听听 可我一想到 万一韩姊妹也留下来 又抢了我的风头 那不是显得我很没能耐似的 算了 还是让她先回去吧 后来 我就让韩姊妹先回去 韩姊妹 很无奈地点点头 然后收拾东西就走了 当时我看她走的时候 表情还有些难受 我心里也有一点点责备 第二天早上 去聚会的路上 我就在反省自己 这两天的情形 我想到昨天 对待韩姊妹的态度 我觉得自己 有点没理智 韩姊妹交通真理 解决问题比较好 抢了我的风头 我就不满 说话就处处想要压过她 看到她回去的时候 表情还有些难受 有可能是受我瑕疵 可当时 我也只是简单地想了想 没有过多地去反省 这个事就这么让她过去了 大概过了几天之后 我和佩达黎姊妹 就谈到 我跟韩姊妹接触时的 这些流露 黎姊妹就对付我说 你这是敌基督性情 得赶紧找神话解决 你作为带领 看到弟兄姊妹比你好 你就排斥打压 那这还了得 那神家的人才 不都得断送在你的手里吗 听到这话 我感到特别的乍心难受 这下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回去的路上 我就一直在 不断地揣摩黎姊妹 对付揭露的话 也想到 我跟韩姊妹接触时的 那一幕幕 还有自己的流露 为了不让韩姊妹 出头高过自己 我就排斥她 这不就是打压人吗 这就是在作恶啊 我越像我自己所做的事 就越觉得害怕 就赶紧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神啊 今天借着姊妹的对付 我才意识到 我打压排斥韩姊妹 这流露的 就是敌基督的性情啊 我单单了 这么重要的本分 如果这种性情不解决 那还不知道 要做出多少恶来 神啊 我这种性情太可怕了 我想要变化 求你带领我 阿们 阿们 谢谢神 过后 我就看到神的话说 敌基督的实质 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就是专权 大权独揽 谁说的都不听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任何人的说法 做法 任何人的见识 观点 长处 在他眼里 都不如他 都没有资格 参与他要做的事 也都没有资格 被他咨询 给他提出意见 就是这样的性情 这是不是敌基督的一方面特征 有些人说 这是不是人格低下 用人格来说 就有点太浅了 这哪是人格低下 这就是性情 本性 本性太凶恶 为什么说 是本性太凶恶呢 他把神家的工作 教会的利益 据为己有 当作私有财产 所以 他做神家工作的时候 考虑的 只是自己的利益 只是自己的地位 脸面 他排斥所有在他眼中 对他的地位 声望 能构成威胁的人 打压孤立这些人 甚至有一些 在教会当中可用的 适合进一些特殊本分的人 他也排斥打压 他丝毫不考虑 神家工作 丝毫不考虑 神家利益 只要对他的地位 构成威胁 对他不服 没把他看在眼里的 他就排斥 不让你靠近 不让你做他的配搭 不让你在他负责的 工作范围里 担任任何的重要角色 或者起到任何 重要的作用 他就排斥这些人 这些人 做任何的好事 对神家有利的事 他都不让 显在弟兄姊妹面前 不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些人 无论利多大功 为神家做了 多大的好事 他都掩盖 缩小 不让弟兄姊妹知道 其实 在神家当中的很多人 有些人 有一方面的特长 有些人 就是稍微有点毛病 但还能尽一些本分 这些人 是适合尽本分的 合乎尽本分人员的原则 但是在敌基督来看 他认为什么呢 我眼里可不如沙子 你想在我的班子里 担任角色 跟我争上下 那是不可能的 你想都别想 你能耐比我大 口才比我好 文化比我高 人缘也比我好 我的风头 要是被你抢去怎么办 让我跟你配搭 想都别想 他考虑神家的利益吗 不考虑 他就考虑 自己的地位保不保 所以 他宁可损失神家的利益 也不用这些人 这是排斥 从神话中我看到 敌基督性情主要的特征 就是视权如命 尽本分 总想要独揽大权 以自己为首 一旦要是有人 威胁到他的地位 权势 或者比他高 他就不惜坑害神家的工作 排斥人 打压人 是 反省自己 自从尽上这个本分以来 我看中的 不是这个本分 我该负什么责任 我该怎么做好实际的工作 而是看中 这个地位给我带来的风光 还不允许任何人超过我 韩姊妹给五姊妹交通真理 解决问题 这本来就是有负担的表现 是正面的 可我 不为五姊妹的情形 能得到解决 而感到高兴 反而是 生怕韩姊妹出头高过自己 自己在弟兄姊妹心中的地位不保 不被人高看 我就 想翻设法地 排斥韩姊妹 看到韩姊妹交通得到别人的赞成 我就故意插开话题 还利用地位权力 借着扣问姊妹 做工缺少的地方 有意刁难 让她难看丢脸 直到大家都不再高看她 我才善罢甘休 我看到自己 为了巩固地位 竟然能使用这么邪恶被逼的手段 来打压排斥 追求真理的人 我这流露的 不就是底基督的性情吗 这个时候 我就想起前些日子 教会开除的一个底基督 她的表现就是 一贯的打压 排斥 给她提不同意见 比她强的弟兄姊妹 丝毫不考虑神家的工作 最后 作恶多端被开除 我才去反省我自己 对韩姊妹所做的这一切 这走得 不是和敌基督的道路一样吗 这时 我才感到 我里面的这种敌基督性情 实在太邪恶了 后来 我又看到神的话说 你无论做什么事 是大事 还是小事 都得有几个帮手在旁边 给你指点也好 给你提供参考意见 或者帮助你做有些事也好 这能让你做事 更准确一些 更不容易出错 更能少走弯路 这都是好事 尤其现在 人侍奉神 这可不是小事 这是要命的事 敌基督这东西愚蠢 他意识不到这事 他认为什么呢 我好不容易抓住权了 我还能分给别人 分给别人 我的不就少了吗 我没那么大权力了 还怎么显出我来 你就不知道 神给你的不是权利 你当成权利 这就要坏事了 你现在侍奉的是神 在神家中做工作 这意味着 你不是给任何人做事 你给人做事 能挣来酬劳 挣来薪水 挣点饭钱 那给神家做事呢 当然 现在如果说是给神做事 这不太准确 这有点太离谱 太夸张 在神家中做事 这是接受一份托付 接受一份神圣的责任 这个责任 无论大小 它都是严肃的 这个事 严肃到什么程度 从小了说 是涉及到你这个人 这一生 能否得着真理 通过你做这些事 神怎么看待你 从大了说 就涉及到你 来世的前途 命运了 你这一辈子 做的这一件件的事 总体算下来 在神那儿 给你怎么打分 怎么记录 怎么评判 评判完之后 神根据你这一生的表现 最终给你定的结局是什么 就根据这些 阿们 从神话中我明白了 要想侍奉到神的心意上 就需要和弟兄姊妹和谐配搭 多听取弟兄姊妹的意见 这样就不容易走错路 是 本来神给每一个人的素质不同 每个人的领受也不同 一个人的精力很有限 看的问题也很片面 是 要想在本分上达到好的果效 就需要大家和谐配搭 彼此分享森林开启的亮光 这样就能达到取长补短 汉姊妹指出了更好的实行路途 是 正好补足我交通的缺少 是 这是好事啊 可我 把地位看得比命还重要 只想要显露自己 让人高看崇拜 一旦要是有出现不同的声音 或者有人高过我 我就利用手段排斥打压 直到大家都顺服在我的拳下 翻新自己这样的流露 不就是凭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一山不容二虎 这样的撒旦独树活着吗 是 在我负责的工作范围里 我不允许任何人高过我 否则就打击排斥 非得要跟人家整个高地上下 我也不关心这场聚会 有没有达到好的果效 弟兄姊妹的情形 有没有得到解决 我更不考虑 我这样做 会不会给神家工作带来亏损 给弟兄姊妹带来挟制伤害 看到自己凭着撒旦独树活着 实在是太邪恶卑鄙了 我尽着带领的本分 不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 不让弟兄姊妹 对神越来越有认识 而是想要借用尽本分的机会 把所有人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这不就是与神争夺人吗 神的性情不容忍触犯 如果我再继续 沿着敌基督的道路走下去 不悔改 最后肯定会触犯到神的性情 被淘汰 再次回想 我对韩姊妹所做的这一切 我看到我自己真的是太可耻了 看到自己的性情太凶恶 太没有人性 这个时候 我就有些恶心恨恶自己 想要寻求实行的路途 能尽快解决自己的撒旦性情 后来 我就看到了一个神话语朗诵诗品 我们一起看一下 好 全能神说 神做事有原则 他对人是呵护 是体贴 是爱 神希望人好 这是神做一切事的源头与初衷 而撒旦是显露自己 强行地加给你 然后让你崇拜他 被他迷惑 让你堕落 一点一点地变成活鬼 撒旦不希望人好 他不考虑你的死活 他就考虑自己 考虑自己得力痛快 他没有爱 也没有怜悯 更没有宽容包容 这些只有神有 神在人身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神有没有表白过 没有 神是卑微隐藏 撒旦是显露自己 这是不是有区别 卑微能不能用在撒旦身上 从他的邪恶本性实质来看 他就是个一文钱不值的贱货 他不显露都不正常 他谈什么卑微呀 卑微是针对神说的 神的身份 神的实质 神的性情高大尊贵 但是神从来不显露 神卑微隐藏 让人看不到神做了哪些事 但神就这么默默无闻地坐着 人类就从神那儿 源源不断地得到供应 得到滋养 得到带领 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 阿们 神从来不表白 不提这些事 这是不是卑微隐藏 就因为神能做这些事 但神从来不提 也不表白 不跟人理论这些事 这才是卑微呢 你做不了 你谈什么卑微呀 那些事都不是你做的 你还硬抢功 这叫不知羞耻 阿们 是 从这段神话当中 我看到了神的卑微隐藏 神是造物的主 一直在做工带领人 供应人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可是 神从来不以神的地位自居 也从来不显露自己 更不要求人都要高看 崇拜 而是一直默默无闻地 发表真理 做工拯救人 神的实质太可爱 太美善了 阿们 而我呢 无论走到哪里 只想显露自己 当那个带领的本分 就把自己摆在高位上 下不来了 弟兄姊妹的意见 我也不听 我还不允许任何人超过自己 真是太狂妄了 我作为带领 不解决弟兄姊妹的难处问题 还排斥打压 追求真理的姊妹 不仅没有给弟兄姊妹 带来丝毫的造就益处 反而处处想要让人高看仰望 我看见我自己 真的太不知羞耻 没有一点良心理智 人格太低贱了 认识到这 我就赶紧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神啊 感谢你 及时的摆设环境 显明了我的敌基督性情 让我认识自己 也看到了自己的半斤八两 还有自己所走的错误道路 神啊 我愿意向你悔改 把自己的位置站队 脚踏实地的尽本分 愿神更多的审判刑罚我 帮助我脱去这方面的败坏性情 阿们 接下来 我就到各小组 把韩姊妹谈的路途交通给大家 然后把我跟姊妹 争名夺利的这种败坏流露 还有自己的敌基督性情 解剖亮相 当我这么实行的时候 我感到心里特别地踏实平安 感谢神 感谢神 太好了 后来 神又摆设环境再次检验我 有一天 我约了几个组长聚会 其中杨姊妹个性比较外向 聚会一开始 她就表现得比较活跃 积极地解答弟兄姊妹的提问 正常聚会 她就成了焦点 后来 我在跟刘姊妹讨论 怎么给新人分组聚会 我一交通完 杨姊妹就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虽然当时 我心里也觉得 姊妹提的建议是对的 可我看到 其他弟兄姊妹 也都表示赞同 而且 所有人的目光 都转向了杨姊妹 我就觉得 自己挺没面子的 心想 今天姊妹一来 在聚会当中 就表现得比较活跃 积极地解答弟兄姊妹的提问 成了焦点 我就像个配角一样 那我这个带领 不成为摆设 当时 我一想到这 一下子就意识到 我又在跟人 争地位 争出风头了 我就赶紧来到神的面前 默默地向神祷告 神啊 今天这个环境 是你为我摆设的 我愿意放下自己 和姊妹和谐配搭 求你带领我 扭转这种不对的情形 阿们 这个时候 我就想到了一段神的话 你能放下自己的身段 放下这个直弦 你没把这些放在眼里 没把它当回事 也没把它当成一种地位 当成一种桂冠 在你心底里认为 自己与别人是平等的 你学习与别人平起平坐 甚至能够弯下腰来 询问别人的意思 能够认真的 细心的 用心的去倾听别人说话 这样 你与别人 就能产生和谐配搭 阿们 这段神话 给了我实行的路途 我就想 我不能再顾虑 自己的脸面地位 不能再和姊妹 争名夺利了 杨姊妹的建议是对的 我就应该接受 这样做 对神家工作有益处 是 杨姊妹一交通完 我就表示赞成 然后 也让其他的弟兄姊妹 参考杨姊妹的建议实行 我也不再从心里 抵触杨姊妹了 这次聚会 大家彼此交流自己的看法 比较释放 聚会的果效 也就更好了 感谢神 太好了 看到这些 我心里感到很高兴 也很感谢神的带领 我感受到 原来不受地位的侠制 和弟兄姊妹和谐配搭 这种感受 是这么的轻松 是 经历过后 我看到自己 为了得到脸面地位 就能排斥人 打压人 走敌基督道路 看见自己 凭着撒旦性情活着 随时都能走错误道路 做恶抵挡神 不追求真理 真的太危险了 是啊 是神话语的审判揭示 和事实的显明 让我看清了自己所走的错误道路 因此有了一点变化 阿们 我也真实地感受到 神真真切切地 就在人的身边 只要人真心想追求真理 解决自己的败坏性情 神就带领 阿们 感谢全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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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